好 百貝大學好 今天要請問大家的是呢 飛機落地之後喔 到了你的目的地 飛機一落地你會說 哎呀 就是說你們到西班牙或到美國 下去的話就哎呀 忘了出國前先跟男朋友分手 什麼啦 你去日本啦 因為你進去西班牙看到太多了 太多陽眼 對 才後悔的事這樣子 但我這個名字比較後面 你也不會在拉 你都可能會前面在上面 那數據啦 跟網路溫度計合作的前八項 名次越前面分數越高 那這一次呢有Bonus double card 如果你就一定中分數高 太有把握 一出事等一下分數就double 好 對 好 那有沒有想到 穿太多 穿太多或穿太少 對 就是衣服高配不對 對不對 我覺得這可能就50分了 可以啊 就是不合那個氣溫 對啦 你打開哇 冷的要 熱的要死啊 這也不是穿太多 是衣服戴不對季節 是這衣服 對 要不要穿太多 要不要穿太少嘛 真的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因為我每次當飛機 我覺得你腦袋有問題 不是 不是啊 上了現場發現他穿辣椒裝嗎 對啊 所以你們答案是衣服戴不對 衣服戴不對 衣著不服季節 需要用這個嗎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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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服裝 穿的或戴的不對 有這個答案嗎 有沒有 一定有 一定有 恭喜 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大家說還後悔什麼 那大家後悔什麼 後悔什麼 沒戴錢包 我會查一下氣象 對啊 對 優先雜題權就這樣浪費掉了 我覺得這個 學妹 小學妹講得很對 是嗎 就一定有 就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是外幣換得不夠 現金隨手要換的時候 買東西啊就很不方便 因為通常你 雖然落地了還可以換 可是就會侷限於你要的美金 對 不一定有人身上會多帶美金 以防說要再換 而且很多人都覺得 我不用代購我就刷卡 像小梁不會願意刷卡 他不想要付給銀行任何一筆錢 不會不會不會 我都刷卡 因為刷卡有紅利點數 不會不會 不會 要刷卡 這是姐姐刷卡 對 反正就是類似錢不夠 錢換不夠 錢貸不夠 對 這個答案 有沒有 錢貸不夠 恭喜第二名 外面 第二名 他沒有用雙倍還好 對 我們沒有用雙倍 不然的話馬上領先了80分 對 因為出去錢是必要的嘛 寧願多不要少啦 恭喜40分 40分 厲害 來 確定 我先來猜一個好了 對 因為像我就是很常出去啊 然後那時候都會很後悔說 哇 我帶了跟我一起出國玩的朋友 拍照技術也太爛了吧 然後把我 就是 把我拍的都很醜 然後我那一趟 那一趟出去沒什麼照片能拔 那主要關鍵在於找錯了 沒有 應該是 應該是 人不對啦 人不對 女伴不對 這是拍照技術的問題 沒有 拍照技術可能進不了前八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壞耶 我決定已經答對了 他一定在那個裡面就 沒有沒有 美哥 今天我覺得我們先打對機 如果你不要後悔的話 你都找攝影師出國就好了 可是不一樣 你還是想要跟朋友一起 但我重點是覺得 因為出去玩 現在大家都會想要 而且已經一落對機嘛 上後 大家都會想要發很多東西啊 跟朋友出去想說 那個在機場拍兩張嗎 怎麼拍得那麼爛 對啊 或是到景點 怎麼我 回去一檢查手機裡面照片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拍照技術不好 拍照技術 但是我不要 不要 怪 他講那個什麼衣服 沒穿好 那很合理 他這個拍照技術 對不對 沒關係 搞不好一公佈 你就可以罵他 對 你再冷一下 拍照技術不好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沒有 沒有耶 你看 真的有 可是分數沒有很高 對啊 就是 你好不容易到了一個 特殊景點要留念 來都來了 花那麼多錢 對不對 節頭節穩的 到平常在台北的時候 多練一下 真的 因為這個會很昏擾 是有時候去一些熱門景點 你如果拍很久的話 後面拍很多人 那你就不行 但你是算會拍的嗎 所以你就只能夠很快的說 好 可以可以的 趕快換下一個 結果離開那邊 之後發現說 哇 怎麼拍這麼爛 其實你要再去排 你要是想要重拍 你要排很長的隊伍 所以拍到技術就很重要 恭喜20分 20分 加油 加油 那我覺得我們就可以Double 他可以Double 也是小學妹講的 他講一個 我覺得很高級很高端 高級 這個必要 答案還有分高級跟高級 這個就是很有Sense的人 對 那第一集的答案是什麼 譬如說拍照技術成功 或者是那個衣服帶穿翠 對 很棒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需要一些高級的答案 對 就是你們都很淺 我們這個是跟生命很 講出來 搞到他一講出來 你就可以笑他了 不會 旅遊平安險 怎樣 沒保 他有沒有買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在意 沒買保險 我上個月親身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出國的時候 因為我要出國滑雪 然後我就只買了就是意外險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以為是 意外險跟鋁平險都有一起 一起的 結果他那時候才跟我講到 沒有 我買這個是分開的 那問我要不要買鋁平險 我想說 應該不用吧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出國也沒遇過幾次 結果就那一趟回來的時候 回程遇到搬機取消 那你虧很大 完全 就是一個 你知道鋁平險搬機取消 他給你證明可以賠1萬塊 就上萬的 然後還不包含 那個航空公司 給你們的那一些什麼 來回的交通費 還有餐券 那有需要用這個 可我覺得 我覺得要轉肩頭 鋁平險這個 沒剩幾題了 沒剩幾題了 還是我們先保留一下 所以我們才答兩題 好 所以你們答案是 鋁平 旅遊平安險中 保險類的 沒有買到 不夠 這個答案有沒有 鋁平險 沒有 沒有 好險有點難 好險沒有打破 高級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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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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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先講你的答案 先聽一下是嗎 先聽一下 不然不要跟阿姨一樣 其實剛才那個就已經非常好了 就是找錯女伴 對 找到那種會鹹的 然後鹹得流暖 鹹得流汗那種的 對 然後說什麼 這個難吃這個東西很麻煩 要不然就是跟家人出去 媽媽們 對 用來貼保養 然後說我在飯店休息就好 那你來幹嘛 然後師哥們說好貴 為什麼要那麼 對 對 要用這個 一定要用這個 這個絕對是最高 很重要 女伴不對 他要用Double卡 請問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三名 Double卡 好了 對 Double卡 你們剛剛有使用Double卡 有使用Double卡 所以40Double變80 公司加100分 恭喜100分 對 我覺得 所以你們是要 我覺得我們這可以Double 這個可以 剛剛你們有講到 對 有講到 可以說答案 譬如 下飛機發覺沒有辦網卡 或漫遊 漫遊 很快 網路 網路 因為一旦你沒有申請 到國外就是國際漫遊 那個回來可能上萬塊 對 所以你出國前一定要做的事 如果你下飛機以後 你發覺沒有一定會很緊張 對啊 會焦慮 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Double 可以Double 沒有 這很高級 沒有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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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用Double卡 那這個答案 有沒有 一定有 有 最後 那才第八名 怎麼可能 因為很少人現在出去 還不辦網路 一定都會先辦 那都等於像辦殘廢了 對不對 我連他地圖都不是 你那麼怕冷 你這樣子還有什麼都交往網路 很冷 可是我還是要找不到正面 有網路可以用 或者是買不夠 對啦 你有一樣可能那個 開始降速了 對 或者是就傳來說不好意思 你只剩幾 那個很慘 然後如果剛好你又在迪士尼 跟小孩走開了 走失了 然後你發覺你網路沒有了 加壞 30分Double變60 60 平手 平手 我覺得有一個 就是我之前親身經營 是 就是老人家 沒帶藥 這個很嚴重 這個麻煩了 因為我有痛風 所以每天要吃 那一次我跟咪咪就是去泰國 結果一下飛機 我講完了 我的痛風藥沒帶 是 整個直接是用那個 被那個輪椅推下來 你知道嗎 很慘 然後就是 什麼好高級 那種不需要 不需要 對 沒帶藥 沒有 到了發現藥沒有帶 完蛋了 這個答案 有沒有 這大家恭喜 第四名 對 貼身用品 對啊 貼身用品 因為現在不管是藥 還是貼身用品 都很重要 恭喜20 好 120 第一名還沒來耶 我覺得很常遇到的就是說 你出國之後 對 你發現你的語言能力不夠好 很重要 因為雖然你不一定會去學當地的語言 對 對 都想說英文應該會可以 應該會講 對 但當你遇到狀況的時候 你發現你沒辦法掉 你只會講 對方的英文用品 對 對,是對方 我大概十年前 基本的日語、韓語 發現糟糕我都不會 我十年前 還沒有什麼翻譯軟體那時候 我去泰國 對 然後我就找到一家餐廳 我真的很想去吃 計程車叫來了 給他看說 吃 吃 OK 餐廳 OK OK 從大馬路 我們一定是住在大馬路嘛 對不對 他開到小巷子去了 然後到了小巷子去停車 那我們就說 餐廳 餐廳 他說 這裡 那個跟我們講的餐廳完全不一樣 他只是隨便開到了一個餐廳 他就把我放下來 就說餐廳餐廳就這裡 你知道嗎 那你要怎麼跟他講 完全沒辦法勾勾 對不對 對 我有去曼谷的時候 我 因為我年輕了 我要去跳舞 對 我要去跳舞 然後我就跟那個司機說 Dance 然後Man Handsome 很棒 很了解 這就是你要的 這個人沒有錯 他會再去 你的歧視 他距離都很像 他連上 你剛才會 現在你也上一個單元吧 他好厲害 好好開 他已經馬上要拆出鞋子 牛郎店 我要說的是Night Club 是夜店 對 但我不知道是牛郎店 可是我跟我朋友下一趟 你還是進去啊 因為你Night Club的下一趟就是那個店 對 所以你只是提前過去 對 整一趟 整一趟 對 但你剛講這些 就是我們共通之處就是語言 語言能力不足 對 不足不夠 對方有可能 那這個答案 有沒有 一定有 恭喜第一名 恭喜 等一下 恭喜 有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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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50分 現在領先150 那邊120 好 來 憲哥是我人生中認識 出國次數最多的 憲哥都是特例 然後他的那個書包 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 有時候會有牙線棒 有時候有棉花棒 但是有一個東西永遠都會有 變壓器 變壓器 而且它那個變壓器就是說 80國都可以插 然後各種角度的轉 三孔四孔的 還有原樣子的 還有原樣子的 對 我每次都會這個很恐怖 電器用品 戴的不對 戴的不對 戴的不對了 電器用品不是天生 或充電器 充電類 沒帶充電的 對 電器用品戴不對 是的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第七名 轉切頭 轉切頭 出現很多 除了手機 相機也是 行動電源也是 然後其實每個國家的電壓不一樣 說110啊 200 對 那有時候你轉切頭有 可是變壓器卻沒有 對不對 所以變壓器跟轉切頭 都很重要 好 恭喜 30分現在150平手 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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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誰猜中這個 誰就贏了 對 我覺得 比較國際化一點還是 國際化 對 想到了 這很高級了 哪一個 有 出國要換國際駕照 有一些證件 要租車 然後國際駕照沒帶 對 或是有一些 類似就是你出國也要 也有國際學生證 國際駕照 類似就是 證件沒有帶 這個答案 有沒有 國際症狀 恭喜第五名 國際駕照 對 因為我們常常會去當地去自駕 自駕遊 對 其實不對 不管是駕照還是一些證照 其實都很重要 出去前駕照一定要背起 是 對 居然站到最後一刻 站況那麼激烈 出國組長隊 170分 好 恭喜獲勝